秦始皇 第二十八年 朝中也沒什麼特別事搞 打算東秦泰山 一來想著遊玩散心 另外也希望了卻自己一個心願 秦始皇有什麼未了的心願呢? 原來傳說古代帝王登基之後 也要對泰山舉行風禪典禮 在山頂捉起一個土台 在上面祭天叫做風 在泰山下面一個小山叫梁虎山 清掃一塊平地 在那裏祭地叫做禪 所以風就是上天 禪就是地下 只有在風禪之後才得到天地的認可 才可以安安穩穩地做皇帝 秦始皇一直都沒有時間 去到泰山進行風禪典禮 所以心裡都有點不踏實 唯恐上天憤怒不讓他坐穩寶座 正當陽春季節 秦始皇帶著隨從一大隊人馬 浩浩蕩蕩從咸陽出發 沿著新修的池道直奔齊老故地 因為泰山是在山東省那邊的 就是以前的齊國和老國的地方 這路述春風和緩 萬物生機處處 秦始皇看在眼裡都非常高興 而車輛在寬闊平坦的遲度上平穩地行走 秦始皇心裡都覺得羞恥度是正確的舉動 否則浸這次出秦怎麼會那麼舒服 過了沒多久 秦始皇來到泰山的腳下 他抬頭向山上望去 只見泰山高聳入魂 危嚴肅立 比其他山真的必有一番紅芝的氣派 他心裡不由讚嘆地說 人都說來到泰山有個不同的感覺 泰山真是五惡之首 這句話很有道理 當職命手下準備祭祀的物品 在這個時間 李斯很慌張地跑上來 就上午向秦皇說 閉下 是不是我們應該稍後一下才去行祭祀呢 秦始皇就是掃興了 為什麼要拖延呢 李斯就說 神灯無知 不知道風禅究竟有什麼規矩 我們已經命令郡秀請當地餘生前來詢問 是的 故請閉下稍後 轉頭就知道怎麼做了 秦始皇沒有再說話 深思想 平時我最討厭那群 愚昧 愚父的餘生 經常說人義道德 又說什麼人證 非常之落後 非常之不貼地 這群人可以出什麼好主意呢 過了一陣 一群餘生果然來到山下 聽說皇帝要詢問風禅的禮節規矩 一個個七嘴八舌 這樣說不同的想法出來 有些就說 上山就要鋪些草包著車輪 不能夠雙一草一木 有些就說 要用草鋪在地上 不可以踩到一桃一石 秦始皇聽到這些怪論之後 心裡已經起火了 即是擺到明 叫我不要上去 要我這樣走上去 難道 隨即揮秀 將一群餘生趕走 然後命令士兵 劈樹除草 清出車道 自己率領眾臣 搭車直燈山頂 在山頂時 秦始皇命人捉起土台 布置祭祀的物品 自己默默企定 向上天祷告一番 求上天保佑秦國國運長久 保佑自己長生不老 祈禱完畢之後 又命令納石做紀念 石上刻著李斯等人精心讚寫的重詞 歌功頌德 在這裡讚秦始皇 也讚太平盛世 這塊三丈多高的大石碑 從此站在泰山之上 成為了舉世文明的秦山黑石 大家可能有機會去到泰山 看看是否有這塊這麼高的石頭 秦始皇就完成了封的禮 究竟這禪的禮又會搞成怎樣 會不會都順利呢 我們下回分解 來多忘解 以來還問我 まぁ多謝 死亡 是否給我們的